朋友们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新疆的清然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融合菜,新疆大盘鸡蒙面 这一道夏天我就特别喜欢吃豆角蒙面 突然想到如果把豆角蒙面和新疆大盘鸡进行结合 会是怎么样的一种风味呢 我这一试这份大盘鸡蒙面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再大胃上一道新疆风味十足的皮辣红 真是太攒劲了 整鸡呢推荐使用三黄鸡或者是土鸡 其余的一些配料呢跟原版的大盘鸡是差不多的 不过这里多了一个手感面是宽的面 另外呢因为是要做蒙面 所以我就把土豆省掉了 这个馅辣子没有的话可以使用常见的干辣椒代替 整鸡去头尾后切成小块 而这里推荐比原版大盘鸡的块要稍微小上一些 因为是做蒙面嘛 青椒呢切成滚刀块就可以了 我们先给鸡肉焯一下水 鸡块冷水入锅 煮沸后捞出鸡块 接着用冷水反复冲凉 这样能使鸡皮比较脆 也可以使鸡块的口感更加好吃 而后沥干待用 一定要沥的干一些 起锅热油放入10克的冰糖 待冰糖起泡泡的时候我们放入鸡块 不断翻炒至鸡块上色 放入桂皮 八角 香叶花椒 葱姜蒜 新姜鲜辣子 接着翻炒均匀 放入新姜辣酱或者是豆瓣酱一勺 生抽10克 老抽5克 翻炒至酱料出香 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平面与食材七平就可以了 再放入几个葱段 盐适量 轻柔的搅动均匀 盖上锅盖中小火炖煮15分钟 这里有使用的是三黄鸡 如果是土鸡的话呢 至少要炖煮30分钟以上 取出宽面 平铺均匀 盖上锅盖 小火焖20分钟 20分钟后呢 我们打开锅盖 已经可以明显的闻到香气了 接着轻柔的搅拌宽面 使面与汤汁进行完美的融合 而后将面先盛出来 接着我们将剩余的鸡块再加工一下 放入刚才切好的青椒蒜片 充分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将鸡块平铺在面上 新姜凤儿的大盆金蒙面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做新姜皮腊红 食材准备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皮啊子青椒还有西红柿 放入盐香醋 也可加些糖或者是味极鲜 搅拌均匀就完成啦 为了这道菜更好的口感 西红柿最好是去腥切条 香喷喷的新姜大盘鸡蒙面 还有皮辣红都完成啦 先来尝一口面 哇 就是蒸面的一种口感 但是底味变成了大盘鸡的味道 再来个鸡块 哇真的是太满足啦 蒙面呢本身比较干 搭配一道凉菜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这道皮辣红呢既简单又爽口 其实常见的豆角蒙面或者是豆角蒸面 用的面会比较细一些 但是因为今天是大盘鸡蒙面嘛 大盘鸡一般会配皮带面 这次我就选择的是宽面 这样子感觉跟大盘鸡更适合一些 而且这个面条蒸出来的口感 跟煮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一般配大盘鸡的皮带面是煮出来的嘛 这次蒸出来的 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偶尔吃一下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一口融合了浓郁汤汁的宽面 一口鸡块 再来上一大口皮辣红 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简简单单一日三餐 这里是千人小厨 谢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并点亮小铃铛哦